新手朋友都在车内如何准确判断我们车尾与后方障碍物的机率呢 尤其是在倒车的时候掌握不好打轮时间 要么我们的车轮压到障碍 要么是车尾撞到障碍物 总是倒不好车 其实我们新手朋友知道记住这几个方法 再来开车 现在完美的避开我们的一个刮飞 以及准确判断车尾与障碍物的机率 第一点我们盯住我们的后视镜车门把手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当后车门把手和后方障碍物底部筹合的时候 此时我们的车尾和后方障碍物至少积累5米以上 那么一到后方有障碍物时 我们沿地打满方向盘 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 我们的车尾转过去以后都不会刮身到后方障碍物 第二个点我们盯住我们的前车门把手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当我们的前车门把手和后方障碍物底部筹合的时候 此时我们的车尾积累后方一米以上 第三个点我们盯住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把我们的车辆后退 当我们的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障碍物底部筹合以后 我们停车 此时我们的车尾积累后方障碍物 还有30厘米 那么我们只要知道车尾也障碍物的距离以后 我们再来倒车其实就非常的简单 当左侧有障碍物时 我们只要保证好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大以30 那么我们把车辆往后退 只要我们的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障碍物底部筹合以后 那么我们再打轮 这样哈我们的这个车尾就不会刮蹭到后方的障碍物 大腿放出大胆的开 那么如果障碍物出现在右侧时 如果是点障碍物 那么我们要确保车身和旁边障碍物大以30 把车辆往后退 后视镜下沿要盖到后方障碍物高度 大概是40左右以后 那么我们再打轮 这样我们的车尾才不会刮蹭到后方障碍物 如果我们的后视镜下沿和障碍物底部筹合 那么我们就打轮 这样我们转过去以后 我们的车尾绝对会刮蹭到后方障碍物 有倒车影像的朋友 我在这里也可以分享一个避免刮蹭的小方法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倒的时候 后方出现了障碍物 我们什么时候打轮 只要障碍物消失了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我们的车尾也不会刮蹭到障碍物 那倒车身如果一到高的障碍物 我们也可以看我们的机缩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无论我们的车身和咱们的障碍物 距离多少 也要不擦到 那么一直退 退到我们膝中 能看到咱们的障碍物 或者是人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好 我们的车身就不会刮身到咱们的障碍物 大概放轻 大胆的道 亲爱的朋友 只要掌握了这些技巧以后 那么你就能准确的判断车尾车机 再来到车的时候 就能有效避免我们的车轮 滑退 就能帮你 对我来到车身的车身 再来到车身的车身 再来到车身的车身